这一题的逻辑非常简单 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它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不过这个下拉清单它是写固定的 一般逗点二般三般 逗点三般 那这样的写法你就不需要引用 你就固定 但是以后如果你的来源都不改变的话 那你可以写这样子 OK 它就一般二般三般 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当它一般的时候 它可以帮我把这边一般的通通查到 把它的逼到一栏的资料帮我放过来 一般二般三般 假设切换目前功能没有 那我要怎么做 OK 那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原来会用的方法是 用那个 这边的解释 我们326这边有一个 那我之前教的时候 我是用函数 用内建函数 但内建函数的话 需要用哪一些呢 if small index ifl 再加上什么呢 锁定固定位置 再加上什么呢 执行 所谓的阵列 而且执行阵列之后的话 还有很多地方 细节要注意 所以后来发现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 很多同学已经投降了 老师这个 骑骗也做出来了 他也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后来我们干脆 后来同意说 我后来交到那个VBA之后 我同意说 老师你干脆交VBA就好了 因为用VBA来做这一集 实在是太简单了 怎么说呢 我们以这一题来看 比如说我做完之后 程式 我先把它run给各位看 基本上呢 这个程式 如果你来写 你应该也会写 因为跟之前讲的 几乎都一样 第一个呢 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里面有个扳机 那我在这边的话 一样 再插入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名称呢 就是叫扳机 这个扳机的话呢 他主要的用途 就是帮我怎么样 去抓那个 我如果一扳 那我就把一扳带过来 如果二扳就把二扳带过来 比如说我今天一扳 按一下扳机 一扳全部带过来 如果二扳的话呢 把二扳带过来 三扳的话呢 三扳带过来 那程式如何写 那其实 如果你会写之前写过的 你也会写这个 程式呢 第一个 其实罗络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怎么呢 这个是我要查询的嘛 查什么 查那个 H3这个出圈格 去哪边查呢 去这个范围 所以呢 我第一个 写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二列 或最下面一列 比什么呢 把这个拿来跟这个 Sales I 列的 A 栏比看 如果呢 它里面的班级名称 跟 H3 是一样的话 帮我把这一个后面的 B C D E 同一列的资料 帮我复制到这边来 OK 复制哦 就是抠过来 有没有 那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 如果我先找到一个 抠过来的话 这边是第几列 第五列嘛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抠一个 如果一般又找到的话 那你不能说一直都第五列嘛 你要变第六列 第七列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你也会多一个 K K 等于 5 然后呢 如果抠一个过来之后 K 等于 K 加 1 橙色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哦 这个地方班级怎么写呢 基本上 第一个 当然呢 首先一定要还是先删掉旧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 这个没有删掉的话 假设我这边 如果没有删除的话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是一般 如果换二般的话 只有这边动 这边没有动 因为呢 你没有把它删掉 所以呢 首先的话 记得第一个 我们要做的动作是 把什么呢 第一个 把旧资料删掉 G5到J12吧 这个范围 先把它清掉 接下来的话呢 我可以什么 for I 等于 这个 K 也许可以先不要 OK for I 等于 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然后做什么呢 帮我把那个什么呢 Sales 的 I 列的 A 栏 跟什么呢 跟 H 的 H2 比一下 这两个比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then 帮我把什么呢 把它同一列的 B 栏 C 栏 D 1 复制到哪里呢 G H I J 所以基本上 要把这个 这个要放后面 这个要放前面 所以呢 把 B 放在 G 里面 前面的话呢 因为我 预设值 K 等于 5 也就是先扣到第五列 那等到 B C D E 扣到 G H I J 都第五嘛 扣过来之后 然后做什么呢 K 等于 K 加 E 那下一次就第六列 第七列 第八列 也没有意思类推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程式就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我们试一下 当然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 可能比较 不近完善的地方 我们先 就是 你必须怎么 切过来 按一个班级 它才会过去 三班 这样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之前有同学问过说 这边可以做什么 一到十二月 或是一到四季 然后如果切报表的话 有没有 老板要看一月 切一月的报表 切二月的报表 切三月的报表 就自动可以切了 随时可以切 你可以把你要的清单 就直接先放这边 一切 它那个报表就自动会变化 对不对 那这样子是很方便 你要查什么 马上可以查出来 你就不用说还要 特别下条件 或者是说还要再用枢纽分析 再考一次 太麻烦了 下到清单最简单了 对不对 OK 那可是呢 有一个地方 做完之后 同学就说 老师 可是这样子很麻烦 多一个按钮才能够看到结果 一般应该是什么 你就下拉之后按下去 它就自动跳了 可是你现在还要再按一下 感觉似乎多了一个动作 对不对 这个动作有点多余 他问我 可不可以不要按 它也能够动 这是好问题 因为我们是不是有做过类似的东西 就是当 对 当这个除尘格里面有change的时候 然后就执行按耳动作 好像有吧 对不对 所以那个怎么写 很简单 在这边 有没有 当什么改变呢 当这个工作表 的H2 所以你要怎么写呢 第一个先找到工作表的物件 一定是放这边 这边有一个 名称一定是瓜胡 一样的名称 OK 在这里 不要找错了 这个是工作簿 你似乎不可 我们应该是找工作表物件 点一下工作表 当它被改变的时候 不是selection selection是选举区改变 这个是change的时候 所以这边有两段 这一段不要 因为这一段是selection 删掉 然后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if 什么呢 变更的那个 它会怎么告诉你 用target 所以这边有一个if target 它的 点什么呢 点address 它的位置 address 在这里 如果等于什么呢 变的那一个叫h2 的话 那记得前后的 前面跟 蓝跟列都要锁 绝对的 then 然后呢 enter两下 and if 如果呢 变动的是h2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call 哪一个呢 call班级就好了 因为我本来是要按它吧 它才会直接 现在不用了 就直接什么 当它有改变 那我就直接call班级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OK 特别注意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要这个按钮的话 请你注意哦 找1 切到visualbasic里面 找到它的工作表的物件 这个 所以1 不要找错了 2 的话呢 打这个地方 这个2 我去change change 改一下 那在这边 输入判断 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也是关键 这个储存格 如果改变的话 直接call 刚刚的班级 好 程式 OK了 这一套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 这个以后反正照着做吧 只要哪一个储存格改变的话 好 那当然啦 如果未来如果你有两个储存格的话 你可以call 或 偶尔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现在还有第二个 你就这个call 那这边改革 还有h3 其中一个改 对不对 可以啦 如果你有很多个的话 可以这样用 因为很多同学不会变通 我顺便讲一下 还有蛮多地方就变一下就OK了 很多地方真的不困难 但是就要懂得变通 OK 好 那最后呢我们来walk一下 一先把这个把它去掉 二的话呢看一下 OK 一班 有了 二班 一也有了 三班 也OK了 所以其实 基本上 我本来是 用Excel里面的函数 好多好多 而且要执行正列 太复杂了 你倒不如 以这一题来看 倒不如怎么样 写VBA 来个更简单一些些 OK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而且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前面几乎都讲过了 你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你程式真的不用学太多啦 只要把我讲的这一套 原理原则你把它熟练了 说真的 你要一键完成报表 应该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说真的你也不需要说你要找一大堆书籍 学一大堆的VBA的技巧 因为有的人学了一大堆最后根本不会用 因为每个方法的结果都一样 那你一定要挑一个简单的 OK 那我之所以会这样写 道理很简单 第一个 程式越短越好 我就挑程式写法最简单的 第二个那个逻辑都是非常直觉的 OK 所以我讲 我是按照我之前跟各位讲过的 那个原理原则把它写出来的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个云端上也有写完的程式 所以请各位最好 如果你现在没有把握没关系 你可以先稍微瞄一下 然后可以的话自己打打看 其实最重要一定要注意 当你是真的学会是你可以从头到尾 全部都把程式打出来 那个时候呢 表示你真的学会 OK 所以特别注意 不要说直接好像都用贴的 我建议 如果你要真的很扎实的话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把程式 从头到尾再打过一遍 哪怕你贴完了 你把它删掉 重新再Key一遍看看 如果你也可以 从头到尾Key完没有错 那恭喜你 应该你慢慢 就会越来越进入状况 OK 试试看 好 OK